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希杰 首先我想请问大家两个问题 第一个 如果你是房东 这几年你有驱赶过你的房客吗 第二个 如果你是周克 这几年你有起诉过你的房东吗 哇 这两个问题 我想很多的朋友啊 特别是房东跟周克来说 心里一定有所触动 希杰啊 我就是不明白 这几年中间 我就是处理不了周克跟房东中间 这种朋友中间的关系 我说 出租房子是一门生意 不能够像平常朋友一样的交往啊 当然了 从疫情到现在 你看看啊 加州房地产 这个周定市场上面呢 很多很多 房东在驱除周克 周克在反告房东 很多很多的案例 每天在律师楼 在法庭中间 一直在交叉着 哎呀 非常非常郁闷 对不对 大家不要怕 今年的7月份以来呢 加州州政府针对于房地产周令这个行业里面呢 很多很多的法案又出来了 今天呢 我想通过两个案例来跟大家诠释一下 什么叫做AB1482的法案 哎 很多朋友说 希杰啊 AB1482法案一定又是偏袒周克的 哎 我就说 7月份以来 加州房地产周令这个行业里面呢 很多加州州政府 哎 签署了很多的法案 这里面呢 分清了更多周克跟房东各自要保护的一些利率 当然了 周克方呢 在保护方面还是多一点了 但是呢 我们要分清楚我们的房东的利益还是周克的利益 这样呢 我们在平常做这个周令生意的时候呢 两边不吃亏 让房东跟房客协调的非常好啊 同时呢 我跟我的团队在做房屋管理近20年 我也把近50个故事 这里面有房东驱赶周霸 还有周克要求他自己合法的权益 来起诉房东这里面的案例 我想朋友如果说你有时间 请你在我视频下方的连结去 好好的看一下这50多个案例啊 我想以后不管你作为房东 还是周克 还是房屋管理团队的一员 从我这50多个经验方面呢 我希望有一点两点触动到你 那么以后呢 你在美国投资房地产 或者是作为一个周克 或者作为一个房屋管理团队中的一员中间呢 你至少不会上当 你会想到西街以前提到过这件事情 好我们好好来分享一下这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呢 是上个星期一个朋友啊 在VSCOVIDA给我打电话说 西街啊 我现在正在驱赶我的房客 在法庭中间 这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了 还是我输 我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呢 他准备给他的周克掌周金 但是呢 周克就不愿意敷 不愿意敷 那你就请走吧 但是周克也请了律师 他也请了律师 但是他请律师的时候 律师就跟他说 你的方法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这一定是有原因 对不对 原来这个房东一下子要求周克升20%的周金 当然了 这违反了加州的这个政策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周金已经超过了加州规定法案的范围了 你一定输 所以这个法官呢 要求他你现在不能够驱赶这家周克 同时呢 你还不能够把你的周金涨到20% 只能够涨到11%以内 OK 第二个案例也是周克啊 他在去年呢 租了一个房子 当然他是住在车库里面 他住到车库里面的时候呢 经过半年的时间呢 他发现了车库的空调不好 然后下水道总是不通畅 总是来通水通水通水 还要他来出钱 那么他就跟房东说 你这个车库是没有许可证的 不能够出租给我 现在我要搬走了 你把我的押金 跟我近半年的周金 全部退房给我 当然了 这里面就引起了官司 你看这个观众跟我打电话说 他在法院里面 我赢了 也就是怎么回事呢 法官说 我确实住在这个车库里面 是不合法的 那么呢 我也不用被他们驱赶 我就要搬走 同时这个押金一定要退给我的 但是呢 我就跟我的律师说 要求法官 这近一年的周金 请这个房东退房给我 但是呢 这个法官说 你既然当时搬进去了 你知道这是车库 同时你们签了一个合约 虽然是不正规的合约 但是你们签了 所以呢 屋主呢 没有这个义务哦 来赔偿你这几个月的周金 免费住 所以呢 后面他赢了这个官司 当然了 屋主呢 给了他一个月的时间免费住 把押金 退给了他 他就搬走了 你想这两个官司完全跟AB1482法案息息相关了 那么什么是AB1482法案呢 AB1482是加州州长牛省签许的一项中活性法案 主要目的是防止房东随意大幅度提高房租 保护周科的居居权益 这项法案自2024年7月1日生效到2030年1月1号截止 这个法案对于房东跟周科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这项法案的规定是什么呢 第一个房租上涨上限 房东每年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房租 通常不超过5% 加上通货膨撞力 且每年涨幅不能超过10%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案例呀 也就是这个房东提高他的周金超过了10% 所以他就输掉了 第二点叫合法驱除理由 房东必须有合法理由才能驱除周科 例如周科违反周约 房东需要收回房屋自住 或进行重大的修缮 这里面所以我要提醒很多的房东朋友 这个周约呀 一定不要自己炒一个小的周约 一定要请你的经纪人 从加州房地产协会 专门这种周约上面呢 这个条条框框写得非常非常仔细 我想周科在看看你的周约上面呢 我想他也直直细细的把里面 所有的条款看清楚了 所以这上面呢 两方互相遵守 这就是最好的了 第二个房东需要收回房屋自住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这里面也出现了其他的案例 很多朋友说 哎呀你们马上搬走完 我要过来住 但是你要知道半年以后 周科跑过来一看 不是你自己住 你又出租给了别人 哎他又可以到法院里面来 反告你房东啊 这样大家要注意 第三个进行重大的修缮 这是必须的 如果房子确实是遇到很大的问题 你要修缮 周科一定要配合 马上搬出去 所以我刚刚同大家解释了啊 AB148R这个法案的重要性跟意义性 所以我也通过这两个案例 同大家诠释了整个呢 租房市场上面还是曲线了很多的法律问题跟纠纷 所以AB148R法案的出台呢 正是为了提供更加明确和严格的法律框架 保护周科的利益 对于房东来说 这项法案也提供了一套清晰的规则 使他们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周令活动 避免因为法律问题而限于纠纷 好 今天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你针对于AB14法案 房东跟周科这方面呢 另一个要随意的提高这个周经 第二个合法驱除周科这个法案呢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是你有什么经验 或者是心得的话 请你在我视频下方的留言区留言 让我跟看我视频的朋友 从你的留言区学到更多 我们作为周科也好 作为房东也好 保护我们自己权益的经验跟心得 还是一样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 请你订阅关注转发我的频道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在美国投资房地产的点点滴滴 谢谢你 我们感恩